眼前这个男人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当他伸出手触碰植物的表面 上面竟然浮现出蓝色的颗粒 没多久就弥漫了整个空间 角落里长满了绿色的植物 见到富尔莫后巴兹欣喜万分 希望他能修复眼前的系统 在他自动激活前设法将其关闭 并向他解释说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十足 十足也就不会伤害他们 和船长大吵一架后 科尔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 在走廊里遇见了赫顿和邓明两人 瞬间动起了歪主意 他又叫来了大厨默契 并将他们带到一个隐蔽的房间 鬼使神差地说 能送他们回大陆与家人团聚 前提是他们能配合自己杀掉十足 而只要十足死了所有船员就不用退 听到这里赫顿给人顿时来了兴趣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强大的十足又该如何才能杀死 科尔连忙解释说 公司其实早有准备 在钻井平台建立之初 就运上来一批压缩的二氧化碳 只要将其灌入到消防管道中 二氧化碳就会弥漫整个生产区 到那个时候十足必死无疑 此时邓林也总算明白 那个紧锁的集装箱中装的 竟然是二氧化碳 可当他们打开后 邓林惊恐地发现 这并不是科尔所说的二氧化碳气体 而是一种危险的化学品 很明显科尔跟他们说了谎 本想着就此放弃 没想到回家兴气的赫顿执意 按计划进行 邓林也无可奈何 拿上一瓶就跟了上去 之后科尔悄悄地走进了控制室 先是只走了值班的工作人员 紧接着就启动了生产区的消防系统 当赫顿等人走进生产区 就看到墙壁上长满了植物 幸好赫顿对生产区的结构 规划十分的熟悉 每走多远就找到了消防管道的组 也就是在赫顿将危险品罐子 接上消防管道的同时 控制室的科尔激活了消防系统 没过多久 富尔默就闻到了 喷林中排出了大量异味气体 叫上巴兹就准备离开 可巴兹执意要留在这里保护尸子 刚跑出来的加罗 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赫顿三人 还没等他问清楚原因 就感觉呼吸困难头晕霧血 紧接着一口鲜血 喷到了赫顿的面罩上 突如其来的情况 赫顿被吓破了他 转身就朝着生产区外跑去 看到倒地的加罗 邓林没忍心离开 刚把他翻过来 就发现加罗已经中毒身亡 另一边巴兹惊恐地发现 植物正在慢慢枯萝 空气中的包子也在慢慢消散 还没等他反应就晕死了过去 当富尔默赶来看到了加罗的尸体 就预感到大事不妙 而且他也发现植物有死亡的迹象 可就在他要将消防管道关闭的时候 富尔默开始不停地咳嗽 还没等他关闭管道 就晕死在了当场